纪晓兰测词的故事 中国又称神州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神传文化 其博大精深的内涵令人惊叹 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这些不起眼的汉字 里面也蕴藏着很多玄机 从下面纪晓兰的亲身经历可见起一半 纪晓兰是清乾隆年间大学士 四库全书的总转观 他的著作《月威草堂笔记》中有篇文章 记录了他两次册字的神奇经历 其一乾隆十九年1754年 我参加电视后还没有唱名公布 在董文克先生家里偶遇一位会册字的浙江人 我写一末字 那人说状元不会属于您了 里字拆开是二甲 下边是四点 您是二甲第四名吧 不过您一定会进入汉林院 四点是树字角 土字是集字头 您要做树籍式了 主 树籍式是明清两朝时 汉林院内的短期职位 由考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的有前智者担任 后来果真如此 其二乾隆33年1768年秋季 我因泄露消息而获罪 案情很严重 每天都有一军官看守我 有一位姓董的军官说能拆字算命 我写一董字让他拆 他说您将被发配远方了 这董字是千里万里的意思啊 我又写一名字 他说下边是口字 上边是外字的偏旁 将发配到口外 西字又是太阳偏西的意思 难道是西域 我问将来能回来吗 他说名字与君字相像 也像赵字 皇上必然赐赵您回来的 我问在何年呢 他说口字是四字的外围 而中间缺少两笔 大概不到四年吧 今年是乾隆三十三年 不到四年 因是新某年 乾隆三十六年 西字是某字的偏旁 也相合 果然我从军乌鲁木齐 在乾隆新某年六月返回京城 季晓兰在该文末尾感慨地说 大概精神有所动 鬼神便相通 迄今萌发 形象便有了预兆 离身旁 对我们的攻击 优优独播剧走 现在 未经许跟启完